另外我还想要跟你们分享一件事情 就是其实我们这里面是不是有那个销售额 那销售额其实我们可以去做很多的资料分析 而且这些资料分析他都已经帮我们做好了 举例来说有时候我想要去分析 我想要去分析什么呢 这个销售销售额的一个一个比例 什么叫销售的比例呢 就是一个分布的情形 分布的情形怎么讲呢 就是我想要知道我们跟我们每一个订单 他的一个销售额的一个分布 到底都是小订单还是大的订单 所以我们来去看一下怎么做这件事 首先我们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我们是要先去把真一级安装起来 就是你的电脑可能不具有画直方图的功能 可是如果你是用2016 2016好像这里面 这里面未来会提供一个叫直方图 好像放在组合里面 反正2016版有多增加很多图 可是我现在要教你是 其实你的电脑有真一级 真一级把它安装好 统计分析工具箱 你就可以去画直方图 好首先第一件事情 档案 档案底下有一个选项 选项里面我们去看真一级 请把真一级这个地方 请把真一级 真一级有看到 真一级执行 然后我想要去安装分析工具箱 确定 你看你的资料 请看资料 最右边就多了一个资料分析 有多这个资料分析 好 接下来 那个这里面有非常非常多东西 真资料分析里面有非常多分析工具 什么ANOVA 还有那个检定 检定 那个叙述统计 就是帮你去算一些什么平均值标准差 全部这边的 还有重点是 直方图 我现在就是要教你这个直方图 因为 因为我不知道就是 就有 有同学 他问我 就是 就有一天他真的 他他打电话问我们说 怎么样帮他去做统计 我说这个应该算是很简单的工具 就是我不想你们要不要去统计出来 统计出来 假设我们有30个例子 然后呢 已经有 就是完成完成一万个人做筛检的有几个例 然后那个完成两万人做筛检的有几个例 去做那个分布图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需求 或者你们的老板想不想看这些统计分析的数据 他想要知道说拿几个例 就是 就是比较不好 各年的那个直方度 我们现在很快就可以算算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 假如我今天我去看 我先看他的平均值 是1600 1600 所以我先把他的那个组句 组句 例如说 我以200 为一个组句范围 200 400 就是每一笔订单 每一笔订单 好 我就以200到5000来去做那个并 那接下来呢 直接去做资料分析的 资料底下资料分析 底下直方图确定 然后接下来输入范围 输入范围 记得哦 输入方式就是销售额 销售额这边点一下 然后接下来他就选到Q2到Q3402 有看到吗 我是选销售额上面一点点 这个地方点一下 好 接下来组介范围 组介范围就是我这个范围 所以组介范围这边点一下 然后从W2选到W26 好 然后接下来呢 输出的范围 我就放在那个新的工作表里 新的工作表 然后看看要不要有那个柏拉图 柏拉图 还有看看要不要那个图表 当然要图表了哦 或者是要不要画出那个累积 累积 我不想你们喜不喜欢看梯度 我们分析的时候 梯度很重要 就是在看累积 就是你可能会想要知道说 假设三月到四月 四月到五月 五月到六月 六月到七月 反正三个都打勾 按确定 那你看一下哦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我们看到这样子一个梯度 这样子一个累积的变化 真的有它的意义哦 它是一个这样子一个平缓的 一个上增加 相对的 我们去看那个 如果是那个订单 每一笔订单哦 每一笔订单 它是零到两百 大概有六百六十五张 然后两百零一到四百 有多少张 五百九十九 依此类推 四百零一到六百 有三百六十四张 那它这样子一个下降 是一个稳定 那代表什么意思 代表我们的那个 每一笔的记录呢 它里面的销售是一个 是一个等于说平均分布 好当然啦 我觉得这个时候 它绝对有一些特殊意义的 所以你 你如果预期看到说 它是一个 比如说这样一个平均分布 跟看到右倾 左倾 左倾 还是右伪 这其实我相信 你们多多少少 我们念那个生物统计 一定都会很有兴趣 所以我不晓得 我只是让你们觉得 就是说 当你画图出来之后 会有人很有兴趣跟你聊天 聊这个内容 可是当你连图都不会画的时候 你都不知道该怎么问 可以了解我说的这个意思 不是要千万不要 反正假设你日后你有不会的地方 就真的希望说你可以透过写线方式 然后来去互相讨论交流 或者是你今天假设 假设你今天只画出全部 那如果假设你今天单独只秀出某一个领 或者是某几个领 你是不是也可以去看看说 它们跟整体之间的差异做比较分析 好 所以我觉得这都是它里面已经有的很好的工具 你只要点几个按钮就出来的内容 什么anova 好 以前你可能看一看那个统计学 但是它这边只是按几个按键就做完的事情 真的 希望你们以前是不知道 可是现在知道了 你不妨不妨去至少画出一个分布图出来 然后如果可以的话 假设有30个例 你画出今年因为已经到12月 画出30个例的那个分布图 我跟你讲那是很有趣的 那是很有趣 然后说不定你可以从中去给主管一些灵感 或者是施政的参考 但是要画出来 我们才能够继续讨论交流 而且这不难嘛 只是画对象 你可能就 我只要挑什么第一个例 第二个例 第三个 分别来去画 画这个 画这张图 真的 你30张图画出来 然后你贴在墙壁上 你就会发现那真的是 很有内容在里面 希望你们有机会的话 可以把它呈现出来 一篇论文说不定就会产生出来了 我只是希望说让你们从中了解 你刚刚其实只做几件事 几个按钮你就做完了 这都是提升工作效率 你绝对不要土法炼钢 老板交代你 你去把那个主戒 主戒画出来 例如说两百到四百 四百到六百 然后接下来在那边土法炼钢 我以前第一个学 就是我一刚开始在念会计的时候 统计的时候 我们在画那个布 就是计次 那真的是 老板老师来说 因为你们念统计嘛 所以我们出三百的就好了 光那个作业 我们要花两个多小时来去画完 画完之后 现在我们用easeal 是不是马上就算出来了 直接告诉你那个频率 频率 好 不管是word 不管是easeal 我相信我们都有一些 很简便的工具 可以让我们真的很快速的达成 我们想要做的事情 例如说资料分析 例如说统一样式 那期待就是未来 你在工作上面 对你有一些很实质的帮助 有没有什么问题要顾问 老师不好意思 那其实我有会用枢纽 然后我叫做枢纽的时候 那个图 你刚刚在前面 还在讲一个图的时候 我的习惯是 枢纽产生的表会复制 然后贴上纸 再用那个表再去做图 这样是不是比较能好修改 可是其实不需要这样的图子 你是在把它贴到 比如说PowerPoint的 然后再加一些 对因为说没有它产生的图 有一些东西 比如说它上面会有什么 加总销售的东西 那不是真实的数值 所以我会这样做 例如说选到这那种复制 然后选择性贴上 选择性贴上纸 然后再去做另外一个图 对 对 我也是这样做 好 那姐谢谢 我确实也是这样做 但是 但是我只能讲说 我希望说 如果有可能的话 请你回去看 Essal Power BI 就是我的课程 Essal Power BI 你就会发现 Essal正义集 把它加进来之后 这个问题 应该就可以解决了 Essal Power BI 好 一样 60多部 就是大概一部影片 大概5-6分钟左右 然后你就回去慢慢看 还有未来 如果像明年 我们会开那个假设 我们开那个Table 我真的希望 那个联一 里面有很多很多电脑 是希望是做满 希望大家有空可以来听听看 听听看 好 那 大概就先这样子 希望对资料分析有兴趣 希望对文件统一有兴趣 那我们今天就暂时先上到这边 谢谢大家 谢谢